人料泄漏颇使美国宇航局取消了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的发射计划 太空发射系统原本拟于8月29日从火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搭载猎户座飞船执行阿尔推米斯一号 无人绕越飞行测试任务 有美媒报道称如果错过8月29日的窗口 发射可能将推迟至9月2日或5日 此前几天受雷雨天气影响 太空发射系统所在的发射台壁垒装置曾多次遭雷击 由此引发外界对于发射能否顺利进行的担忧 租金指数显示 新上市一居市住宅的全美租金中值目前为1486美元 超过上个月初级的记录高位 比2021年8月上涨11.8% 美国超半数城市的租金出现两位数上涨 部分城市的涨幅超过30% 纽约市仍然是房租最贵的地方 一居市租金中值同比上涨39.9% 两居市公寓的租金更是同比上涨46.7% 曼哈顿区房租最高 月租金高达4212美元 比去年上涨27% 为了重振低迷的电影票房市场 美国影院业主协会旗下的非影利机构电影基金会 8月28日宣布 作为新推出的国家电影日的部分活动 在9月3日这天美国绝大多数影院的电影票将只需3美元 包括AMC和Regal Cinemas在内的大型连锁影院以及所有主要电影制片厂都将参与其中 在参与电影日活动的影院 无论是2D 3D还是AMC 单场票价不超过3美元 洛杉矶警方正在调查8月29日清晨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 导致一名未成年人死亡 警方正在寻找一名持枪的枪手 这起事件发生在好莱坞大道和北梧桐大道交汇处附近 警方认为两名被描述为嫌疑人的人发生争执 并开始在CBS药房外的一群人周边开枪 警方到场后发现了一名17岁的伤者 后送医但因伤重不治 警方表示这名少年当时被在人行道上发现 他身旁有一把手枪 据信是嫌疑人之一 调查人员仍在寻找第二名嫌疑人 他被描述为身高约5英尺10英寸 身穿黑色衣服 该嫌疑人手持半自动武器 俄罗斯国防部8月29日表示 多国军人已抵达俄国东部 准备参与东方2022联合军演 中国也会参加这次演习 据法新社报道 包括白俄罗斯 印度 蒙古国 叙利亚等国家 都将派兵参与军演 演习将于9月1日至7日登场 地点分散在俄国东部7个军事训练场地 以及厄霍刺克海和日本海海域 根据俄国防部声明 超过5万军人以及140架飞机 和60艘船舰等5000件军事装备 将参与本次军演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 8月29日说 6月中旬以来 强降于引发的各类灾害 已在巴基斯坦造成超过 3304万人受灾 其中1061人死亡 1575人受伤 南部的新德省受灾最严重 目前巴全国仍有9条国道及高速公路 4条省济及省内铁路线路应在断行 超过99万间房屋完全或部分损坏 截至28日 今年季风雨季期间 巴全国降水量为30年平均值的2.9倍 2.9倍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